前几天 哥斯拉大战金刚刚上映 就迫不及待的跑去电影院过了一把影 屈指寸来几乎快两年没看过 这般刺激肾上腺素的特效大片了 坦白说 这片子剧情不咋样 不过没关系 就算片中什么情节都没有也无所谓 因为咱根本不冲这个去 咱们想看的本就是两大超级怪兽护锤吗 影片中有个细节很有意思 讲金刚是来自弟弟世界 在特效的支撑下 那个巨大的地下空间被展现的美轮美奂 悬翼肥长 一点也不亚于电影阿凡达中的一星世界 不过我的关注点不在这里 而是猛然想起了1995年 中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科学家 组成的联合考察队 在对青藏高原科考时 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惊人发现 喜马拉雅神脉地底很可能存在超巨型地下空间 知道此事的人应该不多 一是因为截至目前科学界对这个神秘地底世界的研究极少 因此几乎没有相关报道 二是即使有人偶尔在某些报章杂志上看到些许消息 大多也当作是地摊文学式的胡说八道而一笑置之 但事实上 这个巨大的地底空间确实很有可能存在 而且从之前的探测数据反馈情况来看 面积应该有超过三个台湾大小 它又是在地底新发现的 等同于凭空掉下来一个大省的土地 根据国际上公认的有关领土的定义 主权国家管辖下的全部疆域 包括陆地和河流 湖泊等内陆水域及其底下层 以及与陆地相连的海港 内陆湾 领空和领海 从上述定义可见 一国陆地疆域上的地下部分 也是属于主权领土的范围 所以 如果青藏高原下面 这个超巨型地下空间最终确认存在 那它天然便是我们当之无愧的领土 一个面积足以堪比 中国一个省的庞大地盘 第一 这个地底空间里究竟有什么 来自科学家的两种意见 事情得从学者们发现这个地底空间时说起 1995年 中国 加拿大 法国 爱尔兰等多国专家 组成联合科考队 对青藏高原进行地层探测 这本是地质研究中一次很常规的科学考察活动 科学家们先是按常规 在喜马拉雅山地区 布置了四条超宽平带 大地电磁探测面 准备对青藏高原地下的地壳进行研究 多说几句 青藏高原的地壳在全球赌一五二 它是世界上最厚的地壳 厚达50到70公里 是全球地壳平均厚度的三倍多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一贯是国际地质研究中的热点 在对青藏高原地壳扫描后 电磁探测反馈的数据 却令现场的科学家们感到疑惑不解 数据显示 在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的 阿尼玛青山的地底 导电性竟是平常大陆地壳的10到100倍 开始专家们以为数据出错了 但在反复核实后 最终确认数据无误 一般情况来讲 岩石本身的导电性极差 但从探测数据中显示的导电性来看 阿尼玛青山地底 却只能是由金属石墨水或岩浆构成的 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按数据反馈 这个导电性极端异常的区域范围大的没边 初步测定其面积有10到15万平方公里 而整个台湾的面积才3.6万平方公里 换句话说 阿尼玛青山下这个异常区域至少有三倍台湾大小 但地球表面有可能生成一个堪比省份大小的金属矿层或石墨矿吗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这么大区域导电异常又该怎么解释呢 难道真有外星人在喜马拉雅山脉下面修了个巨型基地 外星人基地当然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区域的异常只能有两种科学解释 第一它是由水构成的 第二它是由岩浆构成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解释 水构成说 众所周知 青藏高原的成因是因为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 猛烈挤压隆起而形成的 原本欧亚大陆和印度次大陆是分开的 中间还隔着一块古海洋特体丝海 约2.4亿年前 因半块运动 印度次大陆才漂移过来和欧亚大陆狠狠撞在一起 生生挤出了青藏高原 直到今天 这场大陆挤压运动还在持续 目前喜马拉雅地区仍在以 约每100年7厘米的速度在升高 因此科学家们认为 印度板块撞击欧亚板块时 很可能在两大板块交界处的青藏高原地下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其原理就像是帐篷被用力撑起来一样 一部分科学家从探测反馈数据判断 认为此处空间的岩层里充满了水分子 因此在地下空间内 很可能存在沿青藏高原东侧 地壳弧形构造分布的地下海洋 因而此处地下表现出极高的导电性 如果按这个解释 那么得出的结论就非常令人震惊了 这表明在阿尼玛青山的地底 存在着一个面积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地下空间 而这个空间里还有一个堪比两个渤海大小的海洋 这个结论未免太令人匪夷所思 因此我国地震局地壳印尼研究所的一些科学家 则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 此处区域的高导电性 是因岩石融融形成岩浆所导致 他们指出观测数据显示 整个青藏高原岩石圈都能观测到地震横波 如果地下完全是地下海洋 那么地震横波就不会存在 所以这些科学家认为 这个地下空间里存在的不是水 而是岩浆 而1999年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份研究论文 模拟了岩浆解释说的动力学过程 对岩浆解释说提供了基于数学模型计算下的辅证 并指出最浅的岩浆在地下20到30公里左右 换句话说 这个巨型空间离青藏高原地面最近的地方 约有20多公里距离 但需要说明的是 这篇论文并非完全确定 此处地下空间里全是岩浆 他同时也承认 科学界对是否为岩浆这一问题 看法不一 严格来说 这篇论文和地下海洋说一样 是基于数学演算下的一种理论模型推测 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 引用这些略显枯燥的科学理论 正是要告诉大家 无论是科学界的哪种推测 都证明了这个地下空间真实存在 双方学者的不同点仅仅在于 一个认为空间里灌满了岩浆 另一个则是认为空间里全是海水 可惜的是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 海内外有关这个地底空间的研究 就基本上没了后续 后来更加深入的研究少之又少 令人倍感遗憾 因此有关此处地下空间的岩浆说也好 海洋说也罢 它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论 除非人类能找到进入它的天然入口 或者硬生生钻探到地下20公里的深度 亲眼看看 才能真正找到答案 第二 这个最大的地下空间究竟有什么作用和价值 在谈这个问题前 我们首先一弄清一个问题 无论岩浆还是海水 它们都是流体 既是流体 就得遵从物理原则 在地球重力作用下 它们不可能塞满整个空洞 所以 这个巨大的地下空间里 多半有海水或岩浆淹不到的地方 而这些地方 正是这个地下空间内的陆地 毫无疑问 这些陆地便是将来适宜人类活动之处 在这个前提下 此处地下空间 才真正拥有了无以伦比的巨大价值 最大的价值 毫无疑问是我们额外新增了一部分地下领土 此问题前文已谈过 此处不赘数 第二个价值点 在于它的经济价值 在这个地下空间内 很可能蕴藏有储量丰富 种类繁多的矿藏 地球的结构如下图 第一层是平均厚度约17公里的地壳 地壳下面是地蔓 第三层是地核 1909年 南斯拉夫地质学家 莫霍洛维奇 通过地震波的研究 发现在地壳和地满之间 还有一个仅几公里厚度的中间层 科学界便以 莫霍洛维奇名字 将其定名为 莫霍界面 莫霍界面虽然很薄 但其作用却极其重要 可以说地球内部大部分活动 都与它紧密相关 尤其是地球表面 大多数矿藏的形成 都与它的活动密不可分 目前有关莫霍界面 和矿藏成因的研究 可谓恨有冲动 此处为篇幅记 不多讲述细节 只概括性地讲一点 原则上越靠近莫霍界面 各种矿藏或矿脉越密集 从前文可知 青藏高原地底的这个空间最前处 也深入地下20余公里 虽说青藏高原地壳极厚 但这个地底空间 也算是无限靠近 莫霍界面了 因此其矿藏储量 很可能会超越 整个人类世界的想象 第三个大的价值 在于它的科研价值 上世纪中叶 美苏两国都曾启动过 对地心的探索计划 一方面它是太空竞赛的延续 美苏不再满足 仅仅是在上天的层面比较 也希望通过对入地的探索 展现各自制度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 美苏科学家也确实希望 通过对地下深度的钻孔 以探索地球内部深处的奥秘 1961年 美国率先启动墨霍计划 此计划目的为钻透地球地壳 到达地壳和地脉间的墨霍界面 美国的钻井地 选在墨西哥湾的深海海底 计划开始后不久 美国就颓然放弃了 原因很简单 美国人遇上了地壳中 最坚硬的玄武岩层 按当时科学家的意见 继续钻下去 等同于用一根面条 在混凝土上钻孔 其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当时这个计划 也不是不能继续 不计成本钻下去也行 只是美国国会的议员们 一看研究组提交的经费预算 当场脸就绿了 花听闻数字般的钱 就只为在地球上打个洞 国会议员们 毫不犹疑地砍掉了所有拨款 莫获计划到此中断 接下来苏联便开启了著名的 科拉超山钻孔计划 前苏联为此计划可谓是下了血本 其最初想法也是想挖到地底深处去挖矿 只是想法很美好 现实却很骨干 苏联从1970年开启计划 至1994年计划结束 前后历经24年时间 耗费了天文数字般的经费 经打出一个122226米深 底部直径21.5厘米的小洞 苏联此次钻碳也不是一点成果没有 在达到9500米时 发现了一个富含黄金和钻石的地层 根据取出的严新分析 此地层含金量高达每吨80克 几乎是地表常规金矿含金量的10到20倍之多 因此青藏高原这个地下空间的科研价值 有多么巨大 实不用多说 它本身就深入地底几十公里 只要人类能进去 地球内部的真正秘密就会立刻呈现在眼前 人类对地球以及行星内部的认知和利用水平 恐怕立马便能上一个新台阶 第四个价值在于它的战略价值 从地图上可见 阿尼玛青山深处青藏高原腹地 靠近青海西藏交界处 东陵四川和甘肃 实施建造中华民族最后堡垒的绝佳之地 虽然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但我们也要有防备和大战的相应准备 如果此处地下空间开发出来 一起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面积 足以容纳数亿人在内生存 水源有青藏高原的雪山溶水 能源有深入地底的庞大地热 世界上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防核掩体了 有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 且最坚固的最后堡垒 那么我们无论面对任何国家的核威胁 都有了最后的底牌 即使最坏情况 地球表面一切都被核栈抹去 中华民族依然能有数亿人存活 保证中华文明的延续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如果在此进行大规模开发 修建真正的宏伟地下城 足以一举拉动整个青藏高原 以及东边四川 甘肃 甚至整个中西部的经济发展 同时消耗掉我们目前过剩的基建产能 如若成功 这将是人类第一个地下城市 除可以以科研 能源 采矿 等为支柱产业外 对全球游客 恐怕也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而且它作为最后堡垒的功能 就算只是开发卖房 也足以收回投资了 如此看来 开发这个地下空间 实事有百里而无一害 可惜至上世纪90年代后 相关研究几乎中断 强烈建议有关单位 重启对此地的专项探测和研究 无论有早没早 先打一杆子 摸一摸其具体情况再说 退一万步讲 即使之前乐观估计的面积 达十几万平方公里的 超巨型地下空间不存在 能找到一些小型中型空洞 也是好的 毕竟从之前的理论模型来看 其内部中小型空间 几乎是百分百存在 最后 简略延伸再谈一谈 藏传佛教传说中 隐藏于地底的圣地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又称香巴拉 在藏语中为极乐园之意 藏传佛教中有关香格里拉的概念 是其最重要的宗教核心 可以说整个藏传佛教的基础 便是建立在信徒 对香格里拉的信仰之上的 传说之中 香格里拉位于地底 根据教义 信徒们假如信仰虔诚 此后便可进入此处圣地 尽享天堂之乐 在藏传佛教的各种宗教典籍中 对香格里拉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极力渲染了里面生活的美好 当然这其中有多少内容是后人加工的不得而知 但藏地甚至世界上不少人 确实认为香格里拉是真实存在的 对藏地的高僧和学者们的看法 认为香格里拉圣地的入口 在港底斯山脉附近 就在藏地神山 刚仁波起山下 几百年来以此为线索 寻找香格里拉的人不知反省 只是他们踏遍了雪域高原 也没找到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 我之所以要讲讲这事 是因为藏传佛教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也在地底 而阿尼玛秦山的地下 恰好也探测出 有一个巨大的地底空间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联系 作者均不得而知 只是传说和科学竟然如此巧合 难免不让人意外